楼凤甲合作社与花莲区农改厂研发团队将米种台耿16号磨成米股粉之后 做成百分之百诱人的法式糖霜饼干及棒蛋糕 鼓励多使用米股粉可以减少腐质及过敏的情形 创新产品口感香气味觉相当吸引人也非常美味可口 颜色缤纷的饼干看起来相当可口美味 这可是用玉里在地的米种台耿16号的米股粉所制作出来的饼干 原来龙孟甲合作社与花莲区农业改良研发团队 7月11号的上午邀请了玉里在地厉害的糕点师来教导大家 如何透过米股粉来制作饼干 应用米股粉来做糖霜饼干以及铜蛋糕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 一里在稻米的生产是全国单一面积最低端的地方 那米股也非常的多 那龙孟甲合作社在107年跟这个花莲农业改良厂做技转 龚文俊接着也说 目的也是为品牌座保证严选把关 为农民争取利基 为合作创造商机 为花莲也带来生机 希望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实实在在 天然的口感以及健康安全的食材 它的白墨值高 碎米碾制之后的碎米度也高 那当然也刚好 政府也在推动这个米股粉的应用 透过这个活动 教导我们的一些 喜爱做饼干或者蛋糕的这些民宿 或者这些业者能够多了解 应用米股来代替面粉 龙凤甲合作社与花莲区农业改良厂研发团队将米种台耿16号磨成米股粉后制作出百分百诱人的法式糖霜饼干以及棒蛋糕 鼓励多使用米股粉可以减少肤脂以及过敏情形 创新产品的口感香气味觉相当吸引人 非常美味可口 更能够推广出花莲县在地具有特色的米种 据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